好 这个是我手机的画面 那如果你有装那个Google 一般现在手机都有 就是你内建就会有 那我们除了就是你的手机的内建的那些功能 里面会有一个APP叫做日历 叫日历之外 叫日历 这是Google内建的 那你进来之后呢 它就会有这样的功能 那这个是显示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用周 如果你的画面够大 其实你可以用 你是六寸七寸的 你可以用周 那如果你画面不大的话 用日 用日显示这样 然后 那因为我这个萤幕比较小 比较小的话 它的字啊 字型如果太大 或者字放不进去 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是它的内建的Google的行事力 然后 这边呢 也是一样 大概所有的功能都有 你要加行事力 按那个加号 那一样是可以去做增加动作 所以它的操作其实电脑上面有的 这边都有 那如果说你有安装别种的 像这你可以在空白桌面 你可以直接新增小工具 你只要有装Google的话 它就会有 小工具里面就会有一个日历 日历 那它日历有很多种 那如果你装的是Google的话 就是上面这一个 下面 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一个 这一个就是Google的日历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你的空白页面 它就会变成一个小工具 这个不是Google 这是另外一家的App 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到整个页面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 年纪不好 就可以这样子 那你可以很清楚 明瞭看到你的 就是今天或者这个月有什么事情 那这一个也是Google的日历 那你可以点进来 这个字就很正常 它可以一次显示几天的 就可以看到你要做什么 然后这两边都会是同步的 都会是同步的 这是手机部分 那所以真的蛮方便的 那在它的设定里面 等一下我会用电脑来讲 上面是它显示的方式 然后下面呢 你可以自己一个人有行事力 你也可以呢 跟别人共用行事力 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如果在学校 那个教务处要收全校的行事力 那就会发表 发一张表大家填回来 然后再提进去同一张 这样很麻烦 你可以全校大家共用一份行事力 然后大家就直接 共用之后呢 每个账号都可以登录 都可以新增修改 然后就会在同一份行事力上面 那如果你要显示 你就把这个前面这个 行事力这个颜色 就把它打开 就会看 比如说我现在把它点掉 我把它点掉之后 变成空白之后 你的行事力里面 你的行事力里面呢 就是跟学校有关的行事力 就会不见了 就会不见了 那如果你要再把它打开 你只要按一下前面那个颜色 这个把颜色点上去 那个学校的部分又会跑出来 学校的部分就又会跑出来 所以它可以显示 就是你不管你有几个行事力 跟家人共用的 或者你教务处里面 主任主长自己共用的 或者整个学校共用的 或者跟什么辅导团共用的 或者跟外面的单位共用的 都可以使用这样的群组的行事力 那它会非常好 非常好去整合一些意见 整合一些事情 像我跟家里也会共用行事力 所以我妈妈知道我哪一天在花莲 哪一天跑哪里 所以如果要约吃饭 要约什么 就很好挑时间 就不用在那边赖来赖去说 你哪一天方不方便 这一天我有事 那那一天好不好 这一天我不死 就当弄来弄去 弄整包包 其实你就看行事力 就知道说哪一天谁有什么事 这样子就很方便 就会很方便 好那这个是 这个是用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怎么弄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基本的一些使用的方法 那你一开始可能是空的 然后可能是这个用月来呈现 好 那左边啊它左边这边 它会有一个像月曆 然后你可以直接往右边 就是一次一个月 往左边也是一次一个月 一个月 然后框起来这个就是今天 好框起来就是今天 如果你要看哪一天的 就可以直接点 可以直接点 那你是以周呈现的话 就会呈现那一整周 呈现一整周 好 然后左边这个是有跟人家共用 才会有很多 等一下我会讲怎么共用 然后这个其他也是跟人家共用 才会有 那这两个的差别是 这边是你有修改权限的 就是你可以新增仪图编辑 那这边是只能看的 只能看不能编的 所以将来我们分享给人家 形式力的时候 也有可能 可以让他只能看不能编 也有这样的情况 好 那中间就是形式力的主体的部分 然后呢 在上面 这个是显示的方式 那一般的没有两周 如果你要一次显示两周的话 我觉得两周是比较刚好的 因为你用周的话好像又太空 用月的话太挤 用天的话 也觉得好像看不到明天后天的事情 会觉得有点 焦躁 所以两周可能会比较合适 那这个要怎么调整 在这里有一个设定 点进来 这边有个设定 然后这个设定里面呢 你往下面找 它这边有一个预设的检视 这个地方是可以自己做设定的 可以自己订的 好 那其他设定就是有用到 你再慢慢慢慢看 好 所以这边可以做设定 另外如果你有一些 不是要放在日期里面的 你可以用一个工作表 它有一个工作表 工作表也可以显示跟不显示 一样可以点掉 一样可以打开 那刚刚讲 如果你这个学校的不要看 你就把这个颜色拿掉 就会剩下自己的 再打开就会有学校的 它会用颜色做管理做区分 好 那这是基本的使用上的部分 各位先看一下 好 那你的如果还没用过呢 上面大概就不会有事情